今天是11月17日 姐姐往生前的第五天 我去看姐姐 她喜笑颜开的和我唠起了家常 还和我一起照了一张像 那是我和姐姐唯一的一张合影 先给老婆说数据师 昨天告诉我的数据师 我自己就哈哈哈哈就气到了 怎么说呢 说独腿老菩萨单纯亲天下 一句阿弥陀道也成就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一生一告诉我这个了 那我就道一把记者今天来采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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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说过去开始到啥时候吧 你看这四句话我一天都有 本来独腿 老婆那么 咱腿亲天下一个 你看一个腿也挺甜蜜的 人家没做 你那家没做 也成就了 对 咱们今天采访都有个题目 没有题目是要啥的 我自己想的 这个我是咱们拿着牢吗 那这个 这一阵你应该来放浩家长吧 对 对 多年没拉了一下 嗯 十年就拉了一下 对 第一个呢 我想说 跟姐探讨点什么 我就是你这一生 我可以用自己的正经 受了一辈子气 糟了一辈子醉 失了一辈子亏 完了现在最后这一哆嗦 你就哆嗦了 我占大便宜了 我占大便宜了 占大便宜了 哈哈哈哈 小师傅 你看我超好气息起来 我多接总的乐奖 就收起包面窝窝 为什么呢 你看我爸我妈爸 就我们两个女儿 但是爸爸妈比较偏向我 就是从喜欢那个角度 喜欢我不太喜欢我姐 为什么不喜欢我姐 让她自己 她一哭 有什么事憋着 我记得那时候不是那逛线吗 她把那逛线这么套在这 我妈给我学 我妈给我学的 完了这么狠 邪不弄我胯着 炕头走到炕烧 炕烧走到炕头 卖青烂白鲜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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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卖鲜白鲜白 就哭 因为老人都说 那毒性 因为老人就说 那孩子还哭 没事儿就 就哭是毒性 所以我爸爸妈妈 就是太喜欢我姐 他比我大四岁吧 好像是犯的错都我姐淡 我从来没爱我打 就是我妈那个柜子亮着照人 我俩一封一玩儿 铺在柜上就有手指印儿 保证挨打的是我姐 不是我 你看爸爸妈妈 应该说有点天心吧 我姐在对我爸我妈 经销方面 远远差不多 我做得非常不好 撑面就知道上班上班上班 完了这个 我姐结婚以后 一直和我妈妈在一起 我妈的脾气特别不好 特别不好 完了就是 到后来吧 就是我妈人走得偷两三年 实际现在我才懂的 我妈呢就是老年痴呆 不讲理 诶 这儿的那儿的 反正我姐和我姐夫怎么都不对 他们住在一起嘛 两个屋中间一个小豆郎 就这样的 诶 这是我妈煮个棍 看着我姐夫骂我姐夫 看我姐夫 看我姐骂我姐 我姐夫就找我去 小云那儿咱妈老骂我 咋整呢 给我姐气就呜呜哭 我说我去回去管家 我就回家去跟老太太交涉去 我一回去老太 啥事没有了 哎呀老姑娘长老姑娘短的 你太不往这个话题 我姐就觉得可委屈了 后来这老妈老妈的 我跟我爸说想个招吧 不行把这隔开 隔走隔的门 别整个小豆郎偷着了 我爸就拿着砖头吧 就给那小豆郎去气上了 这不就耐乎是耐乎 这乎是这乎 因为我妈能啊 你他不有个主那小棍吗 人家拿着小棍就给这个墙 中间开个天窗 给你捅掉它 捅掉几块转 这不就捅劲了 所以你慢慢看着 人家就给这小天窗拿着小棍捅着 然后再骂他俩 那连着可能三年吧 我姐就没得好 我姐说这个咋 这老太太 我怎么的也不对 完了他家住的是那个平房 前面是一个园子 这边就是一个道 就是来往走的人特别多 完了我妈就非得见人多的时候 穿的特别少 完了主着他小棍多缩的 就上这个道上来回走 哎呀我姑娘给我气收啊 都给我饭吃啊 就这样 人家见着也不知道 完了就说 那家姑娘怎么的 怎么这么大 岁数不给饭吃 给气收呢 你说我姐 我姐她能顾给亲吗 完了我说 咱妈愿意说啥说啥吧 就这样说 其实所以我姐在对 爸妈这方面真正 她这个从小 在我爸我妈跟前 六零年结婚以后 一直是跟我妈在一起 所以我妈最后一包 姐姐的折腾都呛 现在她知道了 那不也是读考官吗 是不是给你考考 其实我带妈妈进校方面 我做的不远嘛 我随发结来跟妈妈在一起 妈妈给我带五个孩子 我倒累嘛 我还不说 结果妈妈得 那个老年去台的时候 我不理解了 那个我跟她发了一次大火嘛 我不会发火 那 就那次我姐发火了 照片 像镜子全出来了 全出来了 怎么回事 摔了我又去调整 我最后发展到什么程度 我有点也受不了了 那个走廊弃上了 这个门斗 这个还通着呢 完了后来没办法说 把门斗也弃上了 那个你这边吧 就是端端弃上 当时她湿的 她那边拿个菜刀 往来拿个棍儿 全都给你推 都推倒了 最后拿菜刀来砍你 就是到那种程度 给我爸爸气的 我爸老是 我爸气没着了 我上里那三二大爷那去了 四五大爷那去了 我爸走了 你说呢 我当于一大摊工作 那时候工作还特殷人 我还在那个 你说家里头 说这五个孩子 给我放羊就放羊了 就不管了 你说一个一个 那孩子要是闹着她吧 她累吧 她不跟孩子发火 我回来那就是 我妈皮肚 我妈人也嫌了 张嘴就骂 我说这还不说 那是吧 为什么我忍受不住了 我爸走了 你说这两下我怎么办 你说那边工作能不下 这边家里还能不下 有一天 我给他锁到锁上 他把那小空窗 正好我们这个道 和花架的 旺旺沟 那条道 这边是废品食物 这样 花架的人 天天的就来回走 他看人走多的时候 他把小空窗打开 给脑袋伸到小空窗外头 就骂我 就说我 后来我们一趟房的族长 吴大嫂 她也 那公公厕所在外头 带那个 就是 东坡的房子 后面呢 完了 那大嫂去上厕所 花架的人 他把人家讲给我的 这家老婆 老婆大嫂鸡眼了 他说 您的姑娘可孝心的 你们知道啥呀 你们听风就是雨 你们把听众老太太骂了 人家距离的事 你们知道吗 叔弟 那全让姑娘了 叔弟 那老太太 那个 不讲理 他骂人 就这么说的 最后那个 后来有一天 我没关完 她就出去了 那时候 就停门去了 穿个毛衣 穿个球裤 游鱼穿外面 穿个球裤 舟的舟舟 和大扮 但又出去了 我跟ину 她就坐到那上面 然后 чуть 探柜 从头脑大的 那我们处起 完全就是 答应了 姑奶,说姑奶呀,你坐这儿干什么呢,你哥哥来着,你大姑不要我了,给我推出来了,我说这哪行啊,姑奶呀,我给你送回去吧,人家给他餐,送回来,回来他不上汉,他不上汉,还要出去走,我下班回来了,我那亲亲跟我说了,大姑啊,这不你好好看着吧,那时候我不知道那是老年, 你毛肥病,我就醒了,我这委屈心就上来了,我这个,你说结婚结在家里头,就是那个,你说最后最后,你就做这么多年,你闹着我,你说我爸不在家了,我这两个人不下,你说你要我怎么办,这个委屈心就上来了,你说的我就挖挖,他不上汉,不上汉,我一挖汉, 抗上汉,他拿小汉就打我,这下巴我打起来了,然后我实际有点吧,我实大了,那不得他上不去,那火炕,我这么一周啊,就把这,周到炕上,周我两个脚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嗯。 哎呀,过去事就过去了,这件事我姐都哥们差有个好理念了,哈哈哈哈,也不顾一人,你说我要,我要,我要,就不,周他,周你,哈哈哈哈。 对呀,那个,那个,就是,那个,那个,那个,我照片,镜子,全摔了,我说得得得,我爸不管你了,爸,这个我也不管你了,你愿意上哪走,上哪走,我姐姐去找我钱,愿意大你回去管吧,我不管你了,我说交给你了,我不管了,嗯,完了,那个,你看,书云一回就把他理顺调养的,啥事没有,我爸就一回了吧,什么事都来了, 我上班的工资了,工资,我上班的工资,连奖金,回来吧,我们开始,全角,全角,全角,奖金,都那时候,那时候就是,就我念书那时候吧,就是五分钱的电影票,学生有时候阻止看电影,你结果,师傅上就说,你怎么啥电影,一问你,你不知道,我说那我没看过,那个时候什么, 你们两毛钱一张电影票,我舍不得,就去问,胡先生,我爸,我妈舍不得,舍不得,把我住过,回家,人家上电影院去看电影,就来,学校,班机,一个礼拜看,一次,两次电影,把人家看电影都回家了,有几次,老师比你心的,说定,你怎么那个,老也不看电影呢,开始吧,我就说,我说,我真愿意看电影,后来是咋的,你写观后感,那你必须 你必须得看啊,后来我说的,我说我们家吧,生活挺困难的,我老的老爷都在这儿,我说我爸爸挣四十多块钱,我说对吧,我不隐心好吗,要给五分钱,刚才是五分钱,完了,老师就给买张票,你写观后感呢,老师就给买张票,就这样,所以,我这一生当中,对妈妈, 买了心,如果没进到镜头里,妈腿头呢,那一个年,妈妈给我看了五个孩子,多不容易呀,那对这几个孩子,那真像咱们,咱们能手为五分土花,像老抱子这俩,前面抱着后来拳,这孩子要跟人家打仗吧,人家就去找家去了,我妈从来的护着,从来不就想, 小孩子打过了以后就好了 你看大爷老跟着唱着 你把你孩子给你打了 给你推倒了 他护着他的母孩子 他从来不捉着母孩子 你敢就是我回来了 那就糟了 咱妈说和我婆婆一样 我婆婆护着两个子 护到啥程度 只要邻居跟邻居孩子打仗 一手牵一个找人夹酒 帮我俩阿姨去打 绝对不能说这俩孩子冒冒 还有人家冒冒 但是妈妈对他们几个哥怎么说呢 人家走了 妈妈说他们 说对吧 以后不能给你打仗 都临着住着 说对吧 我长下厉害 完了那个 那他骂我 老大说骂你吧 你就躲开 那他打我了 老大说他打你 你就玩家跑 咱可不许还手啊 那都是小朋友 你看都临近住着 我妈是这么教育孩子 所以我现在走了一个 这四个孩子 前天晚上我还和老姑娘说呢 我说的现在吧 我说的我知足啊 我说的我现在太幸福了 这一生吧 遭点罪那都无所谓 我跟老娘说 我说对吧 站大铁爷呢 现在知道了 最关键的 了生死 这个问题解决了 永拖掉到轮回了 这是大事啊 那都是小事啊 我说的最后相符了 你看我上这来吧 也是佛菩萨的 也就是 也就是 也就是感到那块儿了 我来了两年呢 去年 去年一个爱好过来 让了这家 那个房部搬走 完了那个 这几个孩子说 我那老姑娘可好了 那个03年 那舅舅就动员我了 让我上这 妈 那个说立冈福南挺大的 公开上学啥的 我这也没孩子 啥负担也没有 那个上我那去 那个 那个 是最理想的 后来我说 我说的吧 我不能去 因为有儿子 去了以后 让你别人笑了 儿子不孝顺 我儿子可孝顺了 我儿子话语少 我儿子可孝顺了 我说到时候 让你说东说习的 我儿子承受不了 因为他是内向孝顺性格 这一个偶然的机会 因为 真实的 有些事不 福利加持不可思议 我发现了 就是 你看前年我发的心 去年就 这几个偶然机会 真实的 我发的心是 舍掉小我为大我 舍掉大我为无我 那个 当时还不知道 虚风法剑 这个 这个词 舍掉大我为无我 就是 我 就是 丢掉这个小家 为大家 我就发了这么个心 当时 不知道这就是愿 就是发了这么个心 所以我一切听佛菩萨安排 我把我教为佛菩萨 我就发了这么个心 去年就不是 佛菩萨就被我安排到这儿来 安排到这儿来了 因为我们的五楼 我 那个 那个 那个大多数都没去 去过 这个 那个 金江地也他去过 那个也比较窄 十 十四米的 这个屋子 孙子在我的屋 按一个 沙发打开 这边是个大床 那边是佛堂 这边是 的地位 也比较窄 就是 就是那么一个 另外孙子大了 我 从去年 我做手术 两年 我第二年的时候 我那个 组着拐 单腿跳 还给他们做伴呢 是 就是去年 不能做了 因为我摔了两次 后来我一心思 被个孩子添了一个嘴 这要摔不能动的呢 是不是 他们是孩子 一会儿负担了 你看他们工作都离不开 我就心思不做了 不逞强了 我是咋想的 年儿媳妇吧 她洗工可累了 在一个 私营工厂呢 上班 活可多了 我心思给儿媳妇吧 减轻负担 我能吧 冻着就冻着 我洗衣服的时候 那个都洗衣机 但是你们还得外里晾嘛 我那时候就是 没法端这个盆 端盆的那个管一扔了 就不行了 没法走啊 我怎么办呢 我把那衣服 把装弄在盆里 一个洗衣机 我那是自动洗衣机 拿出来装到盆里 不能装多了装多了 我怼不动啊 装少装点 装上以后吧 把这个拐吧 就往前嘴 那个盆儿 往前 往前 那个 就这样吧 就是 往外晾一步 有一次 从那以后 我不洗了 我也不晾了 我一洗的 就是从那凉台上 那个拐底下吧 不沾水发色 一沾水特化 转了两个圈 我一会儿 这个护法护了 没摔 没摔倒 我一下就把那两台 那个窗户的墙 抓住 从那以后 我再会给他们洗衣服 去年 我来到 我来到这块 就是 第一个原因 是因为 孙子在我那儿屋住 都十八岁了 那个 那个 我不能上厕所了 人家孙子也孝顺 人家给我倒 我就找孩子上学 本来学习就挺累 一般是个男孩子 也不方便 第二个呢 那个 我家老头 脾气不好 他没有耐心烦 他那个 他没有坏心眼子 但他没有耐心烦 那个 那个 要如果是 你看 比如说我早在小便呢 他那个 也给倒 倒啊 筋筋个鼻子 倒完了以后 拿着洗衣粉 在那厕所里 左刷右刷 你刷了三四遍 完了 另外呢 他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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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像那小孩子还当务 我姐夫啊 人是好人 他从小没爸 我又没有念多少书 这咱们如果说 比较愚痴 可能这话有点重 这我大妹妹都应该这么说 但我有几个例子 他借到什么程度 就是结婚以后 我姐夫一直在一起呢 就是刚才我说 就跟他大锅烧水 完了下来捞小米饭嘛 那个应该是 把水烧开了以后 把小米都下来 然后熟了以后 拿着来 这么给它轮出来 这是程序 你不姐夫 水米一起下锅 完了就 烧完了以后 就变成糊涂粥了 小米就 你根本就是捞出来 完了 我爸就告诉你 我爸说 这个 先烧水 水烧开了再下米 然后饭好了再把它捞出来 我就等不住 我就等不住 特性 特别倦 前天晚 前天来 我刚开始来的时候 我不过来 我过来 这些意思吧 就是晚上溜达 他过来 坐一会儿 他过来 立军就说 立军说的 我爸过来 你说你不问我吗 身体情况怎么样呢 想要吃点什么 进屋了就讲的 什么上 上水里了 这个 上浆院了 又上哪溜的去了 进屋就讲他 那件事 哎呀我说他讲也好也好 这好事 什么的你放不下 你放不下 他先把你放下 立军吧 这都是经验 立军吧 就说 妈妈我爸 你们俩的园 你容易放 嗯 他说的话 你看 就现在来 前天晚上 他给我上课呢 等我上课呢 你一天 死个精 在那坐着 你锻炼 你看 你那个残疾运动员 这个脖子 这个腿的 你看 游泳的 跳高的 跳高的 按你自己 突然死个精 才能做 我呢 现在他说啥吧 我呢 我爸说的 他说的 我就心里面 阿弥陀佛 我不喝他还嘴 你要一说吧 他更来神了 那就没完了 一半会 那就是火冒三丈 所以现在他说啥 我不认识 我这边吧 心里面阿弥陀佛 你说你别躺呀 你说够了 你该走就走 现在他来 我从来不说的 你走吧 这不行 所以他来吧 有一天嘛 他来了咱那边 躺着 那个坐垫 就咱那块嘛 有一天嘛 都是 九点了 那也来了兴趣吧 这一个 天哪 那地位的 什么报纸的消息 什么 就讲那些 嗯 哎呀 就别 这个 还不能说样子走 好不容易说 哎呀 九点了 我得回去 回回去 哎呀那时候我活动 就是速度比较快 你要是像有大小便 千万别别着 完了吧 现在有没有他那些解释 没有 今天早晨见了 昨天一天没小便 给那树枝垫垫的 他昨天有 没有垫垫 就像吃饭啊 喝水啊 想吃又吃想喝就喝 不想吃又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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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顺其自然 如果你不想吃 勉强点吃 吃完肯定是不舒服 是不是 那老太太三十四天没吃饭 你看他满面红膜 哎呀 真像那个醋娃娃似的 真的 送给你们看那个照片 还不像那个蝶里那个照片 蝶的照片 蝶的照片是笑的 哎呀他就脸蛋都红 蝴蝴蝴蝴蝶 亮眼睛的 那样的事儿了 你这三十四天没吃饭 怎么想 一定瘦了 我就最近体能下降了 大约半个多月吧 两个上次来还没用呢 是不是 嗯 送几斤 就是现在吧 就是赶脚体能下降了 因为活动相当困难了 那个 那个 给我上一段证据说 我走了 嗯 嗯 昨天来 前天晚上来 躺在那块 都要不得劲 老子都得躺着到哪 我说的那个 因为给我一首对的 嗯 就是 人家也是佛 人家来度我 嗯 就是感恩 嗯 我给他念的 哎呀 活动大岁数吧 嗯 第一次 听他说这话 我说你是一尊佛 今生度 回去 回极乐 我得感恩你啊 他说的 别感恩我 别感恩我 嗯 那个 我现在做的不好 那个 就是 毛病太多 脾气到现在还 改不了 建筑研究冒苦 很不简单 能做做 容易知不容易 哎呀 哎呀 我当时一听 杨姨妈跟他生活五十年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 我说念不念佛 念佛 他那个夏天嘛 把那念佛机 跨到脖子上 背着踹到兜里头 上师礼溜达 他给家呆住 他就得走 他给家呆住 给家一呆胃就难受 什么 说上师礼溜达 就上师礼了 七十八了 那个 别人 虽然 他最近也消瘦 但是吧 可有这样的 嗯 我走到哪儿吧 应该念佛机 都呛了嘛 他开着 嗯 我念佛呢 你还知道解缘 嗯 嗯 上了那个 二德沟那边 小卖店去买那个 渴了 去买那个矿圈水去 那个 完了就是 一看 那个 那个 家的媳妇也是学活的 带那个 手术了 嗯 他说你也学活呀 他说呀 大爷 你也学活呀 你看你这念佛机 就个兜里 阿弥陀佛 啊 我也学活 反正是 嗯 我也念佛 就这么说的 我说 说 你也学活 那个 你喜不喜 就是 下一晚回 抄腰念佛机 我说 你干什么 我那个 那小卖店那女的学活 我给她拿个念佛机 哎呀 我心思 她大起来 好啊好啊 赶紧给拿 完了 头两条回 吵我 有没有啊 你们那要什么书啊 我也不懂得话是 那个有没有啊 那个有给我两本 我再给拿 就说有有有 我又给拿了 拿几本书去 那书的那个 我说 是娘娘妈呀 还啥呢 我母女俩可高兴了 她说 哎呀 这老爷子心肠这么好 你说 害怕给送这个 把网了呀 说的 嗯 她 她说了 她就是这样什么 你 啥事 现在我摸入规律了 别说 说就起反作用 完了就来火了 那她就说就没完了 就不多造口业了 现在吧 直到 去年不是养过鸡 今年不用养过一个鸡吗 那鸡都下蛋了 就是 她又送了 送回去 慢鸡那家住了 一说的都下蛋了 你干嘛都送了 这些孩子老说 爸爸不能杀生啊 嗯 现在她也知道 不能杀生啊 不养了 嗯 孩子说爸你别养了 你要让一溜达 你多出去溜达溜达 全默化的事 也能想 现在吧 贵深 这个孩子都在提升 所以我可高兴了 你要贵深现在吧 我在这边啦 上北上呢 就是 你姐夫有时候早日 礼拜六礼拜天呢 孩子休息了 起来比较晚了 他早上必须得 吃点啥 多少得吃点啥 多少得吃点啥 给他买的大饼干 嗯 就接着 没能吃完呢 又给买一些 嗯 嗯 前天大妹来说 我说的嘛 你们都在提升 妈妈高兴 我说的 你看那个 你老妹妹 我说的有些事 不是说了 就能起作用的 必须得自己觉悟 得自己发心 我说一句你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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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 嗯 嗯 嗯 那个唯一 我不知道 林哥哥唯一的 吃素 我自己也不知道 开始吃 是半素 鸡蛋 他吃 怎么开始 其他的 那个 肉类是不吃 他自己发心的 嗯 嗯 去年 今年 今年嘛 今年下半年好像 还去年下半年 你吃全素了 嗯 鱼蛋都不吃了 他都自己发心 嗯 这个现在提升力 比较快 现在赶紧 嗯 科米达 李冠 嗯 科米达 跟我检讨了两次了 妈妈 我发心 年轻时候不懂事 我倔强 你说我怎么犯婚 那个 你对不起妈妈 我说的话 这个吧 不是那个 历史的一页 先不就就过去了 我说 那也是你的一页 你该了就得了 我说 这个那个 我说 现在你看 你把妈妈接过来 现在咱俩晚上回来 你还跟妈妈打嘴上吗 他回来观察我的情绪 嗯 因为我不在 洪老妈 我不撒娇 刚开始我验着 你 干嘛就这样 其实她是跟我撒娇 现在我知道了 一说就和人我了 姐姐 我给你提个问题 嗯 你看 多人兴奋 你这个 学科学到现在 你将来 你给孩子们留点什么 有什么 金元宝之类的 没有 我 我那个 那天 我醒了 想了 昨天晚上 我觉得 这个我有 就是一切 就是顺其自然 大道自然 我原来想吧 等我晚上以后 第一个吧 一切从简 第二个呢 不说红包 第三个呢 素食 嗯 就是因为就是 嗯 就是 就是 走那天 那个 走那天 必须得吃素食 他们不听话 要整个混的 那个饭桌 送妈妈一尝 就是 我说以后 你们吃不吃素食 嗯 那就是 在于你们自己的 嗯 这个我不去左右你们 嗯 我那个时候 前天我想写上 就是妈妈 单亲生一生青瓶 就是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遗残 也没有什么 就是 新疆有村子之类的 给老妹也斗 就是 现在工作者 现在工作者 我 消贵了 那么就是 给宝宝 因为我不是 说的 我答应给 他明年考大学 打应给一万块钱嘛 我到8月份,我把这钱攒够了,攒够了,我给儿子媳妇叫过来了,我给他们了。 我这个心严完了,工资者马上交给你了。 这给谁学的干嘛,就学了。 这个还老太,店的这个,店的那个。 这个馅儿一定得断。 我家那年是我家儿媳妇说的。 妈妈,你得给你孙考大学,你得给你孙一万块钱。 我说可以。 我答应了,我就给他。 我得向你学习能力,还有一万块钱。 我老太来的时候,我把这个裤头穿上头头。 算是你心的,傻啥呢? 我说钱,多钱,五十元大票。 我说,你会穿丁了,穿丁,那都是露不露。 我不都露露,可能五露。 那你比我还挺好的,我现在吗? 没有,我现在不露。 感念力和。 挺好。 没有负担。 现在吧,真是自在。 现在吧,就是什么。 一句昨晚,我问我,妈妈,你完全房间。 我说,那你看看我现在的新男人, 我看妈妈是完全房间。 我今天早上说,用不用给娃儿姐夫电话。 因为你身体现在这种状况,娃儿姐夫不知道。 我说这些土挂。 挂了,到这来,用帮大王。 你看这老妈,现在胡弄不了了。 对不对? 谁也不用接。 那小宋,我给你派了一个保姆。 你昨天电话里,不是说大美老墨就要给你顾保姆的。 我都说小宋,我给你派了,跟小雪她俩足够了。 你小雪昨天早上,她俩可以换个本休息休息。 你小雪昨天早上,不让她干这活。 这个吧,还有一段故事在里面。 我一个顾保姆。 前天大美来吧,就说妈,给你顾个保姆吧。 完了,你看你现在活动这么不方便, 立军上班也垫着你。 你要下去,晚上要早班,立军早班。 要有活,她四点多多就走。 你早上去去厕所,你下, 因为那个电价轻,那个地滑。 现在我这身在缠吧,没有支撑力。 死巴巴压着上,登个椅子出流。 完了,老大说,妈妈,你要自个摔倒了。 不能动她呢,我们多糟心呢。 给你顾个保姆吧。 我说现在吧,不必要。 小雪吧,她下团了点。 不得她吧,几乎不太离开我这地方。 她刚回来,完了,那个什么玩意? 就是我说这不必要。 大美就垫了。 我说对吧,一个人,我的阻挡思想我不给你们孩子吧。 任何人添麻烦。 另外,我吧,走的时候吧, 我笑笑傻傻的,我自自在在的, 我笑笑傻的走。 我给吧,现在。 做这么做的。 做这么做的。 对,现在好多人不对这净土有意义吗? 到现在,老法师还这么难,也都86岁高龄了。 我接着呢,遇到这么殊胜的缘, 我一定给佛菩萨做正乱。 阿弥陀佛菩萨。 所以,我就说,我走的时候,我笑笑傻傻地走。 我笑笑傻傻地走。 笑傻傻地走。 笑傻傻地走。 反正是,另外一个老法师不说, 学净土的人,他是活着往生的。 对,现在就去了这样的样子。 他不是走后往生的。 我们同意的意思吧, 八十七十八十九岁的老菩萨往生了吧。 那么,就是,现在就是, 莫不着抗殿也不相信。 那给那记者一说的, 那谁谁谁谁知道你们谁写的。 不相信。 那就是说,你走了, 返回了信息,来导来导。 那不,没事了。 这个就是, 你愿意上哪儿上。 现在长这么大了。 那个, 挺有意义的。 现在吧,可能持风点到了。 来的吧,可能都是圆剧足了。 我说,我不算泄露天地了。 我这边说的不。 但是说的就说到,没事。 现在呢,就是, 我自己冰台做的, 冰台, 冰台早都做成了。 现在吧,就是, 好几个活油了。 那个,外女来, 她学活两个月, 吃素一个礼拜。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姐姐端做紫禁台, 三圣接引。 怎么说, 三圣接引回家园。 什么, 上好庄园子, 什么什么。 我给我姐打电话。 我说,姐, 你说这些语言, 让你常人一听, 你说啥妹妹呀? 我说姐, 送你的诗都说了。 我姐说, 你给我念音, 我电话给大家一面。 一缠串。 就是, 妹妹做机子送姐姐。 我说, 这要让你听着, 这傻妹妹。 你感觉姐姐好好的, 她送着了。 你看, 现在我们谈的这个话题, 一点没有障碍。 现在是咋的呢? 怎么做正软? 众生不着像吗? 你不就要看这个像吗? 我现在吧, 你看这不粒粒粒粒在这坐着呢吗? 那就是说这, 现在通过记子告诉我, 说得非常直白。 说得非常直白, 可能以后后人看到了, 他能听明白。 因为现在这个现代人不懂文言文, 我也不懂文言文, 咱们就白话白说。 说得都非常直接, 非常巧, 直说直来直去的说的。 现在呢, 我自己的感应, 就是我就用这种方法, 现在来度人。 让大家看到这个像, 老太太和, 他就坐到那块, 就是这些西方圣景。 全都在眼前。 等我走的时候, 你们看到我的记子, 那个什么, 你们就知道了。 你们就是亲眼, 就是我写的记子, 和等我走的时候, 那个景观, 能不能对起来。 阿弥陀佛。 我活着, 现在老百姓不是活着, 那不是我编的, 我也编出来。 另外一个, 就各式各样的记子, 你让我想象, 我也想象不出来。 现在姐, 就是让你把极乐世界的圣景, 现在就通过这个描绝给大家。 是的, 你走的时候, 最美的老法师说, 第一, 就一致十致。 自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甚至连时辰都不差。 这是第一的。 第二个, 身体方向, 有天悦, 这都是一些附带的。 最最重要的就是一致十致。 对不起。 反正今天早上, 事儿还有点想透露我的消息。 不行, 帮你。 妈妈, 你能不能透露点消息。 我说的, 我说的, 给你透露点。 我说的, 她说, 妈妈, 让我有个准备, 突然的用她上班倒班。 她说的, 今天说, 我说你该上班上你的班。 没事, 到时候, 我说, 最后我肯定告诉你, 现在就告诉你。 其实早上还说了。 没有, 大家走的时候, 是自在往上。 活着走, 不用注意。 我跟大家说, 我说, 也可能你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也可能有人, 有谁就是谁, 一个就是一个, 两个就是两个, 一个没有, 就你自己想要咋咋的。 这都顺其自然。 这个问题就, 好好给大家表个话。 这别让老法师老那么难。 我在前面讲课的时候, 有同学提条子就说, 就想看一个活着瓦神的样子。 我说, 那咋办呢? 按照顾也不批准, 我要批准, 我现在正好在台上, 我就给你们演一个活着瓦神样子。 那不批准, 咋办呢? 所以, 这问题就带我先来表达到这种法。 就是, 那天告诉我, 学净土确实没有神经。 那天告诉我, 就是说, 你从小时管着我, 你就给我切手用你的话来说。 反正我还老给安排任务。 用你的话来说, 就是, 老爷, 从那个剃道来讲, 那不是倒软了吗? 就是倒个儿颠倒了吗? 那天告诉我, 咱俩金生啊, 一男同好, 咱俩的姻缘特殊。 不是, 不颠倒。 告诉不颠倒。 不颠倒。 不颠倒。 万先看不是颠倒。 老发颠倒。 谁不颠倒。 我都坐上了, 我想管你, 管不上。 前两天, 我可以带起安排任务里, 大哥在吗? 我也是说, 就像故事似的。 广州, 锦州啊, 有一个年轻的朋友, 四十岁。 完了, 癌症扩散。 那时候, 我这么搁香港, 刚回来。 我搁香港, 我不傻, 我就说, 跟大家说, 这个不放心, 我不放心, 我都领着, 都跟我回了二逼, 这家回来的多了, 数不清, 数不清点。 我睡了十天, 从我家屋里, 床上, 刘花抱着, 我老伴把我叫起来, 说你这么睡不行啊? 起来吧? 起来啦。 到那个厅里, 沙发上, 躺着又接着睡, 在这儿过去, 我昏午又睡, 睡了十天, 就醒不过来。 也不吃饭, 也不值得喝水。 我老伴说, 这咋的, 去到香港, 回着这来的, 叫睡起, 没完了, 问我, 你能不能往生? 我说, 现在没到时候了, 不用了, 这时候来, 我说说完了以后吧, 完了, 香港, 我就叫协会, 给我转了一封信, 就是, 紧重这个通修, 她的写, 给协会写的, 就是千万要转给刘老师。 那上写的就是, 我丈夫刚刚四十岁, 她信服的时间也不是太长, 现在对往生, 没有那么深的信念, 请老师帮忙, 把这信转给我吧。 我跟大爷说, 我说大爷, 赶快给我准备, 准备火车票, 咱俩去一趟。 我说大爷说, 刘老师爷, 行吗? 我说行, 那时候票特别人敢买, 然后赶上学生开学的那段, 特别紧张, 我说你赶快求人, 找人, 完了说, 刘老师爷, 你不是说不求人, 求佛福送吗? 我说对,求佛福送, 我说赶快, 磕头, 求护法, 赶快加持一块票买上, 我就找了一个铁路的人, 给买了两张票, 但是这票什么时候能买到也不知道啊, 绕我个家等着, 那时候我在央北面, 我家前面还有个小园子, 早晨呢, 我就上园子里, 就收拾这园子去了, 大爷给我来电话, 刘老师爷, 票买到了, 就不知道能不能来得及, 我说啥时候的, 他说九点钟左右的, 我接到电话已经八点十分了, 我说哎呦, 他说那咋坏呢, 不行把票退了, 我说别退, 买这么一次票这么艰难, 我说我马上出去打车, 往火车站赶, 你也往火车站赶, 买票那人也往火车站赶, 咱仨个大众底下碰头, 完了这家伙, 这个我可知道打车了, 出去打了车, 我说师傅, 能不能九点之前给我送到火站, 他说差不多, 就怕塞车了, 完了我说我着急, 要不我赶上车死, 是不是挺注意的, 完了到时候就给我送, 但是离婷远的, 他说现在塞车了, 你还不如下去走这一段, 他说要等着不塞车, 可能你来不及了, 然后我就下车走, 他说大众搁哪走呢, 后来我就发现, 拿那个绿的东西挖它修理, 把大众盖上了, 你说不就找不着大众了, 我又回来问师傅, 他还给他塞着呢, 我说师傅, 我跟大众见面, 让大众跑哪去呢, 他说你看这个大绿漫步, 后面盖着就是大众, 我说这个我看着了, 这家跑, 本来我不能跑, 这我也跑上了, 我走到大众, 我跑到大众, 这家跑得我满身失汗的, 到了大众底下, 我们三个几乎, 脚前脚够糟了, 完了那个买票那人说, 哎呀,老师啊, 来不及了, 咱还得跑啊, 完了我们啥就看, 啥呀, 就开始跑, 给我们从那通信口送进去的, 这不就不用捡票吗, 完了好在他那车是第一站哪儿, 哎呀,匆忙忙, 把我们就弄上车了, 坐那儿啊, 火车开了, 完了那是早上九点多吧, 我们是晚上九点多, 到的那个同学的家, 完了晚上, 那你说我干啥去了, 完了大元说, 刘姨不行, 你太累了, 你赶快睡觉, 我说就今天晚上这一宿的时间, 明天一白天时间, 因为第二天晚上七点钟, 我们俩来往回饭, 就这么一个白天一个晚上, 我说我来干啥, 你让我休息, 我有不能休息吗, 我说我得办正事儿了, 结果妈妈的工作, 媳妇的工作, 姨的工作, 什么弟弟工作, 还有个个人得做, 得把他们先做通关, 好护持不往生呢, 就这样, 完了, 第二天我们就匆匆忙忙的, 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吧, 你说这个同学, 可就把她这个留姨赖上来, 哎呀, 三点两头来个电话, 后来我说我坚决地把电话关掉, 我不能再给你通话, 我说你现在对我有一种依赖的心理, 我说你现在对我有一种依赖的心理, 我说我去想你, 我就想我去找这个世界, 就这样的事儿了, 完了, 问我留意我还有多长时间, 我说没有有多长时间, 所以现在佛福尔给你留这一段时间, 就是让你念佛的, 佛福尔多时的呀, 前天给我来电话, 他媳妇说, 留意呀, 我说完人中午都要走了, 我们大家给他念得挺好的, 他又活过来了, 完了我问他你咋没走呢, 他说我等大姨送我, 接我, 是吧, 完了就在那头两天了, 他来电话, 我说我给你找个网样, 你跟我姐通通电话, 你看到老太太现在是什么心理状态, 他是怎么想的, 是怎么做的, 我就让我姐跟他俩通电话, 这位不想这个留意了, 开始想这个留意了, 等着大姨, 完了他媳妇说, 他要跟你说两句, 说话比较费劲了, 把电话给我留意呀, 我等大姨接我呢, 我说你们俩谁先去都行啊, 你先去, 你再接你大姨呀, 大姨先去接你, 我说这个你咋还敢等出来, 不行, 他说, 我中午见阿弥陀佛了, 我一心, 我大姨没来过了他, 你说这个圆子, 你一点插错都不能有啊, 对, 大姨和我讲了, 真是, 来电话唠一个点, 是, 大姨做了那么多工, 他讲的轻易出出名了, 那电话是, 这就是清静少不明礼, 对, 那个训练不坚定, 对, 对, 现在我说你就是病痛折磨的, 哎呀我看这走吧, 我走了什么造罪, 我说这个念头就错了, 你不是想我一心要回家, 我要去阿弥陀佛, 我要回归净土, 我说你不是这个想法, 你就想五月造罪了, 对, 那不行, 我说这个放不下, 我说你看这个留意放下了, 那个留意又放下了, 那个留意又放下了, 那天正好, 那天正好, 那天正好带了四个朋友来, 刚进屋, 这都给我任务吗? 我说姐给你任务, 给你任务, 对着, 那不是, 景州那个朋友, 完了一会儿跟你通话, 我把你电话号给了, 我刚才, 我去九州的奖金处,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我最后吧, 就说的, 大姨带你去, 咱们一起回家, 可以吗? 你说, 所以这个单子, 说大姨带你走, 这就, 你看这个, 咱们来, 这也不走, 但是大姨带你, 现在没走呢, 昨天有电话, 曾经没有电话, 大姨带你走, 他那个, 就是他没明白, 那就是说的, 完了又提个要求, 就是跟我通电话的时候, 我说你说, 飞行, 你不要说, 我说有啥话, 让你媳妇跟我说, 完了不行, 我自己说, 我还有要求, 我说你咋这么多要求, 还啥要求, 说, 那我宴气以后, 你拿电话给我开试, 我说行不行, 把你离院, 我说到时候, 我说赶快给我打电话, 我拿电话给你开试, 嗯, 哎呀, 你说人, 绝不往事回家, 你说难不难, 你刚刚说的, 我家没多没走, 等大姨也带他一起走呢, 那天晚上吧, 我就打完响了, 我说的, 哎呀, 他怎么能, 他怎么能这么理解呢, 那就是, 原意是什么, 要不然法师说, 愿解如来, 真实义, 真实义, 很重要很重要的,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的, 因为他心情不足, 给他吧, 打气, 再一个就是, 我心既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既是我心, 我跟阿弥陀佛融成了一体, 那虚空法界都是一体的, 你也是阿弥陀佛, 我也是阿弥陀佛, 你等着我这个右身接你, 我带你, 我怎么带你, 我这个右身我自己, 我都主宰不了, 那个, 他的真实义不在这儿呢, 早上告诉我了, 他不明白, 其实真实义在这儿呢, 他一早上就真实不告诉我了, 哎呀, 我说, 你看, 这样一周没走, 我都没想到, 我去的时候, 他能到火车站去接, 因为从他家到火车站吧, 给小车跑了多少时, 他坐着也相当费劲啊, 带着了这个火, 又是什么肉的, 挺费劲的, 我没以为他就是, 他媳妇也没给我介绍, 完了他坐在前面, 后来他回头跟我说话, 哎呀, 说六爷, 我真是没想到, 你能来, 他说你能给我通过电话, 都被我们激动得了不得, 完了你还立马就来了, 我说, 那你要是上希望几分世界成佛, 我来一趟来两趟都值了, 我说, 那次去应该说起了一定的作用, 谁去做这一份, 我觉得挺开心的, 所以对, 你看我自己就这么一个姐姐, 爸妈都不在了, 我就是心里特别平静, 我没有一点说, 对伤啊, 难过啊, 守得, 你看书云从哪, 老法师给他扬名了, 在江南海北得走吧, 我俩一年嘛, 见不到几十年吗? 见不到几十年, 有时候来冲冬的, 来了冲冬的, 来冲冬的, 冲冬的, 我俩在这边吧, 从来没说, 接两次就喝, 没有, 完了他别人都说的, 那意思是, 问我什么, 我说的, 我真不知道他的消息, 我俩不联系, 我说, 从我的主导思想, 我说, 咋想的呢? 因为吧, 妹妹吧, 现在吧, 她的使命是, 救度虚空法界的苦难中中, 她是做整个虚空法界的大事, 我呢, 现在吧, 就是, 虽然坐在房上, 我怎么, 我支持她, 我说我全是以赴支持, 我怎么支持她, 我就坐在床上, 我老是念佛, 我就, 对她是最大的支持, 你看, 就, 从小四岁, 就这么领着, 真是姐俩相依为命, 就是, 一直到现在吧, 你说的, 那个, 爸妈都不在了, 那个, 过去, 就是, 按我过去的性格来讲吧, 那我真得签肠过, 对吗? 她要出去, 我得支持你签肠过, 是, 现在没有那个概念, 你出去就出去, 回去就回家, 头两天说这姐啊, 我过来的话, 看两个, 那个, 一个是要好的同学, 从小, 韩老师都认识, 一个赵一华老师, 一个百分, 百十分嘛, 我问她, 我说你身体高啊怎么样, 哥儿, 我身体不好, 我说怎么的了, 未切住三分之二, 刀口不长, 开着你, 我说开着挺好, 通风设备良好, 开着吧, 不是, 没有啥, 她说我去看, 去了, 可能很多写是这个吧, 你说还让我开着, 通风设备良好,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 她那个刀口吧, 一喘气, 一股能, 一股邪, 就这样, 三个, 这一个长缝里, 三个洞, 那个洞多深的, 就这么长的面签, 随进去, 不到头, 那里面有能有血, 完勤劲状态都挺好, 我跟那个大叶小叼, 我们仨去, 我说不能在这吃饭, 麻烦她, 跟姑娘在家, 我说对, 咱们上, 我就想上回身的吃饭, 大叶因为, 我上大叶大叶大叶, 我愿陪她妈妈打脸地, 我说大叶别说, 别说, 我说不能上赵老师呢, 老师那么大岁数, 大叶说还上我大叶呢, 怎么办去, 不过来, 心里不够, 你说不过来就不过来, 你该帮你啥, 我说她一打电话说, 看事儿在不在家, 因为没人开门呢, 打电话, 事儿在家, 给我们做点面条, 吃就行了, 我们上去的烫饭就行了, 我说几个眼儿, 三个眼儿, 不是行行行, 我俩刚专, 放碗吃饭, 那今天就煮好了, 我们就吃, 吃完了就上赵老师那天, 我先多个老师呢, 待一会儿来一趟, 这么长时间也见不了余娘, 百分到口吧, 那天, 你一走, 就是我, 因为我那时候, 就是那衣服根子, 那不是, 都成肉了, 那不是本代价, 天的包子吃好的吗, 我突然想起来了, 王大伟欣斯, 你还打在哪儿呢, 问了, 他妈, 那个, 李军回来和我说, 他和妈妈, 我把姨, 从小中, 我老姨他俩, 和我练娃娃, 一直这么大, 我把姨对咱们家, 到咱们家, 就像哥哥的家人一样, 把我妈对老板, 对老板, 和随便来的, 完了说的, 现在, 我把姨遭那么大的罪, 那个, 妈妈, 咱们妈能做点什么, 出面的, 那咱们能做点什么, 咱俩能做到的, 面佛回向给他的, 就是, 善谱子们, 他体内体外的善谱子们, 希望他们呢, 都能画这个, 渊源, 为善源, 为法源, 为佛源, 为法源, 让他们那个, 我那个, 这个意念头疼, 你个, 如果不嫌疑, 我这老太子, 这穷姜皮让, 这小屋, 不拍, 不拉不拍, 你们呢, 来到这, 和我一起念佛, 完了那个, 秋佛街, 也能成熟一个, 走一个, 往上西方街的出店, 完了是, 解开这个, 这个节的, 更, 更不可思议的是啥呢, 第二天早上跟我来电话, 我本来是想等两天, 念几天回向, 我再问问结果, 结果第二天, 她就是给我来电话, 哎呀, 大姐啊, 我告诉您好消息, 我这个刀口, 万一万回收了, 她说的那个, 现在基本地上了, 现在就上面, 不开了, 现在还有两个洞, 她说, 上边有个孔, 下边有个孔啊, 但是刀口变成了, 然后收了, 找了, 有感情的, 她说呢, 哎呀, 大姐可好了, 我说您可别忘了念佛, 我现在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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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行这么, 跟她说她记不住, 就是我带她做吧, 他现在就有个问题, 原来, 大爷, 本爷, 你供不供佛, 你信进不, 信, 你靠下供着呢, 我问观音菩萨, 明了菩萨, 供着, 她哼哼笑了, 我就一个事没解决, 我就吃肉, 驴儿说不行, 四儿去了吧, 她现在一天吃了六个饭, 炖炖饭不能离开肉, 她说的吧, 没有肉都没有劲, 四儿这么, 完了大爷, 我就不, 他告诉她, 不能乱吃肉了, 你说这样怎么还吃肉呢, 完了, 我说随便吃, 她愿意吃多少吃多少, 四儿, 四儿二次她没打心, 这也是我, 完了, 后来四十七分, 你说这也是一个孩子, 说了吧, 以后, 因为小姐还在感情, 她再误解, 一说吧, 孩子不理解, 现在你看, 我有一点, 她俩人来了, 干什么就这样, 不让我妈吃肉, 所以我就这样, 我说随便吃, 她能吃多少, 就让她吃多少, 我吃够了, 她就不吃了, 这个东西嘛, 这有韩老师能理由我说的话, 这佛法这个东西, 一定是非常圆柔的, 你别拿你那个吃饱, 去两边, 我吃素了, 你也得吃素, 我喝白水, 你也不能喝茶水, 你哪不把人仗的, 我问你怪了吗, 反正我就比较自然, 比较虽然, 我没有那些轻微戒律, 你该守的戒律, 你要好好守的, 不能明知腹饭, 但是你说, 你面对这个不同层次的人, 你就得说不同层次的话, 有时候现在小丁有时候说, 大姐我现在发现你, 这个原则性怎么越来越差了你, 过去跟你说, 你能给我一个非常对还是不对, 现在你一说, 你说都好, 怎么都好, 我没意见, 你怎么变得这么, 就好像老好儿了你, 我说过去就老好儿不理解, 我说现在, 他会明白, 你要听明白吗, 老好儿是对的, 就应该是这样, 什么样的音, 做什么都好呢, 能证动声吗, 对, 对, 不便随用, 不便随用, 我家儿子嘛, 就是说的, 你让他去念基因, 就是, 让他看看这些佛蝶啊, 你就让他拜拜佛, 哎呀,奔着拉脚的, 到那个佛堂, 说了整个河之里, 你从特别奔着, 我, 他具体做, 就是那佛堂, 布置对, 多儿子都布置对, 他干活吧, 就有点随我, 干啥非得, 我就像二哥, 干啥非得, 人事们角着夹, 给你干的可归就了, 佛堂里头, 什么那个塔座啊, 啥的, 他都给你整个规矩, 他在做, 最近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什么 我都没想到的 大约两个星期之前 抄我要英国的书 跟四姐说 他俩正好反应一般了 四姐 你有没有英国方面的书 我想看看 李星回来跟我说 我说咱俩一个读解栏处的吗 没有啊 上半天小许来 小许说我有两本 他说这也不谁要 要一本 我给他留的 我说那你就先给别人 他说我还有一本 我明年我就给你拿的 是那个火青写的 散布合在一块儿的 这么厚话就这么看 给他拿 大约给他拿去了 那天又跟四姐边找的 姐 姐 您有没有两本私讯 我看了 我看了 所以后就跟我说 我说咱家里都解缘了 没有啊 我说你等了什么吧 不如来 我问问他 我肯定能有有的 正常高三王姐来了 我说高三王姐说 我那有 昨天给妈来了 昨天上班了 所以对这些孩子吧 不用去说教 你就用那些行动去感染他们 哎呀他看着你这些活好了 他自然就跟上了 比你要说教要强的多就多了 那我家孩子 不看我光碟 我从来也没向他们推荐 说你看他妈还有光碟 你看 我现在握手头 就关于我自己讲歌的光碟 几乎没有 所以他们关我 要我说我没有 他们可能有的都不信 说你自己讲的 你咋还没有呢 没有就不 不如说一本没有 现在我那有一个 向随心生那个 向随心转 向随心转那个 那个我有两本 就最新讲的这个六本 那本 我一本没有 完了 但丹童呢 原来可能是也不太知道 因为我也不跟他们说什么 他这个剪头去 要我说这原书 那啥时候就接着 剪头去呢 就剪头那 不是他没剪头之前 他的同学去剪头 完了那个理法店 那个小小子吧 姓崔 就放着我的光碟 完了这个丹童同学 一看说 哎呀这是我同学的妈 完了那个小崔就说 哎呀你认识真老太太 能不能让我见一见老太太 那时候我跟我同学说说 就跟丹童说 把丹童打电话都不行了 你妈现在是名人 不可以见你 他的丹童就如实说 我妈说了 他现在是名人 不可以见你 我就傻 我咋跟你说 就咋跟你学 他说我就这么说的 然后后来说 见不着他妈把他儿子拉来 上我这剪头我认识 就这样的他同学 就把丹童就叫到一起去了 就上那个小崔的立法店了 小崔给我这剪头的时候 就说了怎么怎么的 所以可能我儿子在这之前 都不知道妈咋回事 所以他说你咋不动你家人 你让他们看你爹 我说我不动呀 他看就看不看就不看 我说他们都有玩啥 他喜欢看的不喜欢烂法 我说这天老太太胡说八道 我来给你们讲给我啥 要是我姐那边路 我得向我解许 最近呢 以前有人说 管我叫老巫婆 听到这里说老巫婆 完了我自己就看个人笑了 完了就是 我前天我给老法师写了一份短信 我报告我师父 我说这宋约我家干啥呢 完了我就给师父写了 写了一份短信 然后答应给我出发 我说原样扫描出来 你别拨个大字 大字你容易错漏 我写个啥样扫描出来 完了我就写了这么大 我说有人叫老巫婆 我一笑两直 这个巫婆不巫婆 不用去管的 闲着没啥事 有得说起吧 我说这个时间这么紧 干点正事 我那天下个人的道 我就没完了写 我说师父一干 这个老师咋得这么纯 师父肯定得哈哈笑 我说我是老太婆 不是老巫婆 我要是巫婆 你就倒霉了 你说我要是老巫婆 我有巫术 我就治你了 我不是老巫婆 所以你就倒霉了 不是老太婆 不是老巫婆 因为完了 我今天早上就答应过 大仗说 刘怡啊 先敢回事儿了 哎呀给你的信啊 都那福音啊 他们那我千年都传了 说深受感动了 哈哈哈哈 哎呀 刘老师这么长时间也没消息 这下 我也许可对我们来了一个短信 哎呀 可痛 所以我就想 人吧 学佛真是学得乐乐呵呵的 快乐乐乐的 这些人家说你啥 你不是说佛乐乐的 说你不是反过反过解释起来 干啥呀 费不费时间呢 你愿意说啥 说啥 哎呀 我就主张身为佛家人 咱就做佛家事 哎呀 你就走你该走的路 说你该说的话 指令别人怎么拼 他也怎么拼 你还当所有的人去 去过反应的众生都站在里 你说一样就说一样 这当然我一向这个吧 有点不烦恼 有点不生气 觉得挺可好笑的 挺好玩的 完了自己还给你整了一手记子 哈哈哈哈 这儿笑死的 就前几天 所以咱们这个作为学佛人来说 没有什么忧虑 没有钱挂 康姐今天这个记者采访挺成功 老太太没有什么钱挂了 没什么钱挂了 没什么忧虑了 也没什么恐惧了 你变阿弥陀佛一来接你说 还有什么没办法 真是不行 我说我那天来吃饭那天我进入一看 哎呀 我说有点儿接受你 我说老太要回家了吧 准备准备好 把他说的我都说 那小孙儿这个 那眼睛都毛了毛了 我心里话 你看当着海面人 我说你这种地方 前面他应该是静商的 正好 现在可明白了 那小孙儿说的 你看那个亚孺刚走 将近八个月 这妈妈刚开始在这 有点儿 这妈妈要是走 省了一些 走的你都妈来了若干的 那天你跟李叔说了 你说的李叔 我想通了 我走了一个活吗 我那个是天下 我千天万万的佛王 不是我的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是我母 那我还有这么多佛王在里 嗯 有没有 结财比你的任务 记者采访得尽责 就是你见到阿弥陀佛 见到极乐世界了 你怎么能给我们表达表达 我告诉你 你别跟我说 也别跟我实现 这这也没什么大用处 给那半信半疑的人实现 这通过他们反映出来 最可信最真实 你要跟我说 那人说 那得感染他 跟那妹妹怎么怎么说 我爸 你到时候佛力一加持 你就着了 你怎么能把 给我们表达表达 就是让大家坚定信念 那到底我肯定呢 因为现在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我 因为我跟现在都去得出记子 这个吧 谁也没说呢 我自己感觉 这个到时候肯定呢 希望就是世界美景都现了 那这个就轻而易举的 你可不可以说 你说我老妹这说的还管我 还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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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我就想 遇到这个居然很难得 现在真是需要这个表达来做正面 光说吧 人家不信呢 因为以前网上那个网上 不能网上的 是在那个时空点上 他那样 就是因为那个 时空点不一样 现在在咱们这个时空点上 那咱们就得改变方法了 国法圆融吗 对 就得改变方法了 那个阿弥陀佛 那个阿弥陀佛 那个老慈父 就是说的 那办法太多太多了 是不是啊 那这一个就轻而易举的 没问题 对 就是按照以往的经验 就是 就是人在临走的时候 往往是说话说不出来 我不知道你这个梦子什么样 现在不可意料 你如果真是力气不够 我说不出来了 你用手手给我表达表达 说不出来了 是不是 举个大手指头高了 谁在这边前 好像是 报不了那个程度吧 好像是 说说笑笑就说了 今天本季节采访成功 展示到的结束 我就是老儿子就是老姑娘 真是我的大手指头 真是我的大手指头 你看那个 我在五楼没过来的时候 我有时候想不通的时候 我老爷们马上就说 妈妈 你怎么又犯毛病了 那个 我那三娘俩说 怎么承诺了 你钱放下 那个一切都是假 啥事不要去管它 你干嘛又印针了 拿假当真的了 他这么提示我 平常也不说什么 干活也累 到这来以后 我跟老姑娘 我俩就是 我俩是什么默契呢 我俩从来不说闲话 最后走的是 活着走的 给大家做一个样板 为佛陀做正传 为老法师做正传 我做的是这个事 没有什么亲情这个关系 因为这个机缘 过去以后 很难再遇得到 不能说一个遇不到 就很难 就是能向我姐 学佛学到这种程度 心态到这种程度 放下这么彻底 真是很难 我放下 向我姐学习 咱们都得紧紧跟着 昨天想起 这个别比我那些 咱们姐咋 早就告诉了 去今天 这个虽然是一个小屋 咱们看是小屋 赵门群鹰聚会七宝火 就这个说这意思吧 原句我们记住 就是那个莲池海会 菩萨多多 今天在这个道场 咱们看是这么几个人 其实现在咱们就在七宝莲 吃这莲花 上去 有来到这里的众生 实际上 不可以怎么样 一家一个电话 一家一家说 就是说到时候都能回家 到时候都能回家 大义就是这么个意思 立军老提醒我 妈妈 人们都是愿意听 高兴的 不愿意听反链的话 妈妈现在这所有来的 可能机缘成熟了吧 来了以后 就是该告诉我的事 他们呢 陆续都告诉 老怕我爸公告我妈那句 妈妈可千万别犯这条 我说那妈妈现在吧 心态非常平静 就是好与坏 对我吧 都没有那个概念 没好也没坏 什么事都好好好 我说对现在吧 对我来说就是这个经济 我说所有来说了吧 我一笑了就说了就说了 现在几个佛友来 你看那个高僧王 就来那天 他孙子就突不出来 哼 还在金刚台上 他吧 还不知道金刚台啥意思 在金刚台上 透明 断透明的走 因为那个 他这么说 说我一笑了就说 还有一个佛友来说 你不执着 你现在都透明挺 现在吧 暂时保密 该说的跟着说 过来说暂时保密 倒不是什么都不是保密 但是现在没到时候 你说他用没人戴眼镜吗 现在能看着 那么 Vlad Estados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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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裙盈聚会念佛法 保持盛开妙莲花 莲友一体重平等 西方极乐共归家 这个是2012年10月12月51点 不为莲友来访 这个是年末五分 对 我们上去试试好 出 我这会儿的雨在哭 上次人要走也哭 那天给她出道考题 她俩弟 她俩弟 小雪给你出道考题 出吧 刘姐 我说这 假如说当我走了的时候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阿弥陀佛 第二个动作是什么 不重犯过去别错 回答可以解决 都有这样 也许大人说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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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